今天是世界環境日 作家张晓峰召开记者会呼吁 希望马总统能落实环保救国政策 张晓峰更在现场轻唱保卫大台湾 保卫大台湾 保卫大台湾 保卫民主复兴的身体 张晓峰形容 抢救连勤2022场失地 如同抢救妈妈于危癌 他认为政府应停止环平 直接保留2022失地 不要急着为这个女孩子 去找ABCD谁是条件最好的丈夫 可以跟他结合 张文亮并提出五点初步建议 我有五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2022冰工厂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集水区 所以我们开发的平铺 我们需要把全部的土地面积 完全拿来做考虑 第二个 如果将来要开发的话 要先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南港松山地区 三十几万居民 在遇到洪害的时候 它到底有没有洪水的危险 第三个 如果要开发的时候 在我们的坡地上 要进行任何的建筑的话呢 应该做一个坡度汉浅的评估 第四个 如果要开发的话的话 我们需要评估当地湿地的生态系统 还有三个集水区的功能 第五个的话 如果我们要开发的话 那我们可能要面对台北在200多年前 所留下来的古文明跟古湿地 很谢谢各位 张文亮质疑 是否大智能土地被开发后 才有所谓的使用价值 没有被人开发 是否就没有价值 其实湿地本身就很美丽 大家应重新认识湿地的价值与功能 台湾行报记者肖介远报导 荒不搭摄影